她跟我儿子出对象 我不想要她这农村姑娘 农村姑娘怎么了 不是 农村姑娘哪点配不上了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当目睹女生因为出身于农村家庭 而被男友母亲强迫分手 大家会怎么做呢 约你出来就是让你赶紧跟我儿子断绝一切联系 以后不许跟我儿子打电话 不许跟他联系 我绝对不能让你这农村姑娘做儿媳妇 这文化差距也大 门不当户不对呀 将来过日子怎么办呢 我们都得受拖累吗 阿姨 您不能说这么难听 不是我难听 你们男村姑娘就是见着谁家条件好 这小男孩你就往上贴 我什么都没做错 您就因为我是男村人 阿姨 你给他找你儿子 找人家干啥 我就是给他约出来跟他说说 你怎么缠着我儿子 一个巴掌还不响 这不是小姑娘一个巴掌能拍响的 我知道你的小码他有小码 但是主要是带于你儿子身上 不带于这小姑娘身上 农村姑娘怎么了 不是 农村姑娘哪点配不上了 哎呀 家庭条件呢 家庭条件以后拖累的事多了 谁往上查三代还不是农村了 你是成人人 你更应该讲素质对不对 你一个一个农村人 我们都能够给他 我跟这怎么来啊 你跟这什么都怎么了 这小姑娘那么行 你跟我好 你就找个这个地方 你看那些厉害的小姑娘 你就修复了 农村姑娘心里 吃个家怎么了 人家也大出大脚 人家不能够服 对就不能够服我了是吧 啊 这样 意思就是说 咱把王只能够供养的 根本出了一块事 你以前的时候 和你的丈夫也是同龄 就是从什么都没有 才过到艰难这一步子 对不对 人家是不是 总有好的那一天 以后你儿子找一个那么不爱的 每天大大闹闹 过一辈子 你觉得开心吗 阿姨 你这样说法真的太过分了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女孩子 你上夜有妈妈 人家都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同意不同意有妈 对 不同意 你不要羞辱别人 你怎么这么说 谁都有自尊的 干嘛呀 有自尊下 他一个素质呀 什么人呢 现在都会让我儿子 进来这 进来这 以后不许联系我儿子 不许联系我儿子 没事 娘儿子 要再别让你掏肥 你让你的儿子 别跟我我们家姑娘说话 多谢钱 欢迎订阅 吃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